是的主播 从监视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一辆灰色皮卡突然冲撞公车站 坐在一旁咖啡厅的民众 吓得马上拔腿逃命 没过多久车上驾驶 从破碎的车窗爬出车外后 竟然持刀随即捅人 甚至追逐受害者 一路追到马路旁在行刺 这起攻击事件呢 发生在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 当地周二四号的中午 这起恐怖攻击一共造成八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三人中度受伤 这名驾驶则被在场的持枪市民 当场击毙 以色列当局指出 巴勒斯坦激进团体哈马斯 已经宣称犯案 也指出驾驶是组织成员之一 年仅20岁 据传就是为了要报复 以色列袭击约旦河西安的 哲宁难民营 根据CNN和路透社报导 已军进行连续 两天二十年以来 最大的军事行动 夺走至少十位 巴勒斯坦人性命 造成上百人受伤后 现在被拍到 开始撤出哲宁市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